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五窮,六不絕,七月代翻新 本年升一成,A股更強勁 還沒講到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幾件 全日恆市還沒跌了78點,收報2542 成交很少,717億 大家都在等長周末的集特匯 明天就知道結果了,等人再講這件事 今天的主題,首先半年結 先講講港股的情況是怎樣 五窮,六不絕,五月港股也挺慘的 恆市五月跌了5.8% 六月,全月升了2.8% 大家看看恆市這幅圖 近期的走勢,六月的時候好回來 衝上來,雖然今天不是全月最高位收 但都很接近,因為昨天收市位 是一個半月以來的最高收市位 今天輕微跌了78點左右 所以都是靠近高位收的 站在50天線之上收 所以這個月,都算是表現不錯的了 都算是一支揚竹上來的了 月線圖這樣講 好了,恆市7月有沒有機會翻身呢 當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看習特匯 所以現在就是先代身 等一下再講這個問題 講回恆市呢 今年上半年的走勢是怎樣呢 如果你看回呢 雖然中間又說打了貿易戰 五月的時候突然間就被特朗普突襲 五月初的時候他就說 加徵中國關稅結果股市 在五月初的時候 就在這裏撲一下裂口下跌 五月三號就裂口下跌 之後撲撲下跌了下來 現在大概收復了一半左右 那麼原本我們就反彈去到 四月的時候 十月十五號這一天 就高見30280 那麼我們之前呢 是在 由這個大概 25000點之下 那麼其實我們一月三號的時候 就見到今年低位 那天最低呢 就見24896 24896 升到去30280 那麼這裡呢 初頭這個一月到四月中 是反覆上升的 為什麼會反覆上升呢 就是因為 中美貿談有得談 還有呢 中美呢都在這裏放水 那麼形成呢 就這裏一路上 那麼當時呢 十天線 升穿五十天線之後呢 一路向好 雖然中間有這個調整過 在三月份呢 調整過一次兩次 那麼呢 去到四月呢 還有再見高位 然後在上高呢 那 在特朗普呢 講話要加徵中國關稅 三月之前那天 就是這一天 五月三號這一天 其實港股呢 那天是收回在三萬點之上的 收報三零零八一的 但是一講完 五月六號 星期一回來呢 就是列口低開 那一路下跌了下來 現在六月份好一點 究竟七月 能不能夠翻身上去三萬呢 兩萬九三萬呢 還是會跌下來呢 當然在集團會 那好了 半年現在升了一成 是由這個去年低位 去到現在兩萬八千五 就升了一成 那叫做呢 就是沒有那麼慘 因為去年呢 很慘的嘛 跌倒是不是 那麼今年呢 還可以 算叫做呢 是有交代的了 那但是呢 其實我們今天 恆子的走勢呢 就不及A股好的 那講A股呢 那跟中資股有關呢 我們看看國企指數先 國企指數其實跟恆子都很接近 這陣子呢 就是上回來 六月好一點 六月它反彈了多少呢 都有差不多六七個百分比 那上回來之後呢 去到一萬零八百點收 那它舊這個 上月底 上月底是收10387 那這樣就沒有 可能5%左右的升幅 那上來 但是呢 你見到呢 就是去到那條五十天線的水平 即是到現在等 十天線有沒有機會 升穿五十天線呢 如果升穿的話呢 它就有機會好一點 就回補 希望能夠回補這個下跌 好 那當然啦 又是等雜特匯啦 今年以來 國企指升了多少呢 國企今年以來呢 就升了7.5% 就是這半年以來 那它去年呢 又是啦 大概一萬點這個水平 收市到啦 曾經上到去呢 最高的時候呢 4月7日呢 見過高位呢 就11881 11881 那又是今年呢 1月3號呢 就做全年最低位 暫時來看全年最低位呢 那天是9761 那升到上來呢 啊 然後因為呢 中美貿戰 又再升溫 就跌了下來 現在大概是收復到呢 三分之一的失地 它就沒有呢 恆子這樣能夠收復到一半的失地 那這樣東西呢 大家要注意 恆子呢 走勢是強過國子的 那但是內地的股市呢 上半年呢 就更加好了 因為它去年跌得更加多 今年呢 在第一季度的時候呢 一放水維穩之下 就衝了上去 雖然受到貿易戰影響呢 就跌回來 但是 國家隊入場維穩 維穩之後呢 它的相對的表現是比恆子好的 我們看上證指數 上證指數呢 一樣呢 1月的時候 衝到上來4月 然後因為貿易戰問題 這裏裂口下跌 不過阿爺就 不斷國家隊就頂住 這裏有一個 2月份呢 有一個上升裂口的 2,800區那裏 頂住 沒有跌穿 然後衝上去 現在呢 都是五十天線之上 十天線都想升穿五十天線的 昨天都跟大家講到 如果真的升穿 有沒有機會重複一次呢 就算沒有這麼強勁的聲勢 都可能有機會反彈 就是七月翻新 所以技術走勢來講 中港股市呢 是有機會 在七月翻新的 最主要的平均線都告訴大家 是有機會這樣 湧上去一層 那上證指數上半年升了多少呢 19.5% 厲害啦 誇啦啦 是不是 但是深淨成分股更厲害 深淨成分股指數呢 其實上半年呢 就升了26.8% 近27% 曾經呢 還高 去到這裡 一萬零五百六百 一萬零五四一 高位 一零五四一 那這裡呢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呢 又是 一放水湧上來 跟著十天線 升穿五十天線之後 就很急地上去 這一次 會不會也是這樣呢 就算不再重複這麼大的聲幅 會不會再重複一點點 起碼回補這個裂口 甚至 很盼望 多一點點就是 上回來示範這個高位呢 還是不行 假突破然後跌下來 很簡單 深淨成分股指數和上證指數 看著什麼呢 就是這條 就是這個上升裂口 深淨成分股指數曾經 低上證指數 跌穿兩千八就頂 守住兩千八就好 就如果十天線 衝得上五十天線呢 就有機會轉好 這個其實呢 如果你看看A股的情況 更加容易看得到的趨勢 譬如說 現在是三千點邊 十天線升穿五十天線 你覺得向好的話 可以吸納一點點 那就播去升 指示位放哪裡 兩千八 很容易看得到 很容易看得到 很明白那個趨勢 其實內地股市 如果用主要指數來看 上半年升幅最大的 是滬深三百指數 剛才說深淨成分股指數 上半年升了26.8% 但是深淨成分股指數 升了27.1% 多0.3% 還强多少少 不過算了 多少少就不拿出來講了 好了 那港股方面呢 恆指成分股裡面 升幅最大的股份 是什麼呢 原來是去年跌得很金 很緊要 叫做中國生物製藥 那這隻股呢 上半年呢 反彈了 整個五成 五成半 五成半的升幅 不過呢 它都基本上 是反彈來的 因為之前 從高位下跌下來 都跌得很深 現在呢 在這裡連續幾個月 都在這裡 還行真詞 那樣 就是根本 暫時來看 沒有什麼太大的方向 所以呢 這隻不是真是當它是一隻 好的股 是一個反彈 幅度大 是因為之前 跌得呢 多 現在反彈才是多的 所以 你如果 只是看那個升幅 不能夠 反映一隻股 究竟是不是真的好 應該要看 是不是持續可以不斷上升 那恆子成份股裡面呢 真是好的 第一隻 今年上半年的是 這一隻 友邦保險 今天 它都再創歷史新高 半年結的時候 今天收84.25元 最高見過84.4元 那上半年呢 就升了31.5% 31.5%是上半年了 這隻股是反覆上升的 這隻股 一路走勢 一浪高於一浪 暫時來看 都是未知的頂 由於 美國 減息的債券 價升 這隻股 第一可能會 吃到債的浪 另外第二樣東西 就是內地 有機會 這是一個新市場 它供進去的話 對它有利 所以這隻股 都仍是值得看好的 暫時如果沒有什麼負面消息 我還是建議大家可以逢低收集 目標是多少呢 先看著一百元 心理大關 當然 每次講的時候 可能又會降下來 我都不建議很高追的 這些股 可以的時候 等調整 這些就好 調整的時候才低級 好了 第二隻 在恆指成分股裡面 升得比較多的是港鐵 港鐵 它不只是升得多 而是持續可以上升 創造新高 就是港鐵 港鐵上半年 升了30.7% 又是了 不停地反覆上升 特別是近期 最主要因為 其實本港的樓市 都還是很好 而地鐵實際上 是在未來幾年 最多供應的 本港發展商來的 不是有其他 沒有其什麼之一 總之只有它這一間 是最多 會有新本樓出來 其他不是沒有 不過沒有它那麼多 所以 樓家上 看得到 很好 哪怕它就算 其實那些工程 都很糟糕 哪怕就算它曾經 是什麼 炒過車 地鐵炒車 是不是 我也是 幾十年來 第一次見地鐵炒車 是不是 但是對它的股價 沒有太大影響 總之它走勢一路好 就是因為它擁有 這個地產發展這個權 它發展的那些物業 現在最多是它 可以未來幾年拿出來的 好 第三隻 最好的股 就是 這隻一直都好 就是領展 領展近來 都是衝緊一百大關 接近歷史高位 它曾經在 6月20日 最高的時候 見過98.2 今天收96 都很接近 也是反覆上升格局 不過今年的升幅 就沒有剛才那兩隻那麼多 只有23% 但是都是好的 都是反覆上升的 最主要都是它 將香港那些沒有那麼理想的物業 沽了出來 然後拿了錢 去內地買一些回報更好 前景更佳的物業 所以就刺激到它一路向好 另外它也是派息 利率呢 現在的環境比較低 前景比較低 它一路會減息 所以對它繼續都是有利的 所以這三隻 可以說是新的 我認為是藍醜三寶來的 再說一次哪三隻 就是第一 有幫 第二 港鐵 第三 領展 那這些全部很高 那就後低級了 希望它有 香港總是經常出現 有些壞消息的 有震盪的 那時候才來買 好了 下半年怎樣 剛才說 第一 不講一些不確定 比較確定的就是 美國會減息 不確定的就是 但是不知減多少 但是確定的會減 我猜 都是不要大上頭 設計 就是想那麼多 大上頭 昨天跟大家說了 設計大上頭 不要想那麼多 先減 0.25厘 7月份 9月份 減0.25厘 會不會有第三次 不知道 先減兩次 那就減息 所以這個大趨勢 基本上應該 它減 A股 就是內地 都是會跟著減 有利A股有利港股 這個初步估計 第二個 比較不確定的就是 中美貿易談判 但是中間也有些確定的就是 我猜 無論怎樣都好 談完之後應該都會繼續 下屬的官員會繼續再談 對整體的氣氛應該會好些 就是說對港股 都可能會還是有些 稍為利好的支持 那恆治 都不要想那麼多 繼續都是想著 先多少 先去到2萬9再算 小雙底量度升幅 目標2萬9 駁10天線 升穿50天線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